美国股市11日再度响起空头警报 道琼指数狂歇1861点 近三个月以来最遭单日走势 主要是美国联准会对未来经济展望暗淡 加上投资人担忧疫情恐卷土重来 周四美国总统川普推文表示 联准会经常犯错 我也看到了数字 而且比他们做得好得多 我们将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第三季 一个伟大的第四季 并且2021年将成为我们最好的年份之一 我们很快就会有一种疫苗和治疗方法 科技盛会CampiTex主办单位考量疫情 海外参展商与国际买主 恐无法如期来台等不确定因素 决定取消CampiTex & Innovax 2020特展 投资台湾事务所11日再通过 三家企业58亿元投资 其中网通设备领导厂 企机科技二度申请台商回台 台商天衡机械因为疫情 暂停浙江厂计划 回台投资两亿设厂 而台湾之星也通过根流台湾方案 目前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已吸引524家 投资一兆250亿元 大同公司市场派读董参选人 前立委黄国昌在脸书指出 大同集团投资的华印科技 即将成为中国国有控股公司 他说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 将透过移股抵债 吃下台湾华印对中国华印科技的持股 成为中国华印科技的第一大股东 大同公司则回应 华印科技投资案增加华印现金流量 也让华印在亏损中 偿还银行借贷约薪台币759亿元 新唐人雅台电视整理报道